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安全合作局 DSCA当闭时间13日消息 国务部决定通过对外军事销售FMS的方式向韩国出售P-8A海参反前击和爱国者PAC-3导弹 并按照相关程序向议会进行了通报 据韩联社消息 此次共出售6架海参反前击及64枚爱国者导弹 总价值约26亿美元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 韩国是美国在印度和太平洋区域亲密的同盟之一 此次军售有助强化韩国海军力量 将支撑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 此前 韩国防卫事业厅方面表示 防长宋永五六月主持召开防卫事业促进委员会会议时 决定通过FMS的方式购买美国的海神法前击 实习编译 李永鹏神稿 李小飞 原本文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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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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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